讲个笑话,中国的文化输出 很多媒体和高人都在推同类型的问题 如果领导说你辛苦了,你要怎么回复领导 如果来了五个领导,你只有四杯水,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文化怎么输出 这叫做高情商输出 这完全是一种魅上文化 把领导伺候好似乎是做人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你也不能说有错 谁不是想借着贵人,想成为人上人 可这么高情商的爬上去了 是不是得要求后来者也得这样有样学样 不然心里能平衡吗 一个天天被逼喝酒混上去的人 他会让以后的属下少喝酒 眼睛向上看的文化就没办法强调个性 强调做自己,你做不了 所以,好莱坞强势文化输出只是因为美国人虚情假意 正常的人,他想不想追求平等 追求个性 想不想活出自我 还是天天总部领导说你辛苦了 我要怎么回答才能显得高情商 中国经济超过美国后 文化就能自动输出了 全球人学会喝白酒 见面立马领导好 也许人类的天性有牧墙属性 但我不认为人类天生真喜欢昧上 失去自我 这一定得后天扭曲心理 才能实现 这天赛cess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